1972年618雨災 因為持續暴雨引發大面積的山泥傾瀉 一共造成近300人傷亡 暴雨無情,幸好人間有愛 不少香港人自發為這次的雨災恐慨解囊 其中無線舉辦的異演籌款節目 就開創了電視直播籌款的先河 鎮災節目名叫無線電視籌款鎮災慈善表演大會 在香港電視史上第一次 長達12小時的馬拉松直播籌款節目 當時請影視紅星陳寶珠獻唱 粵劇名令麥炳榮和鳳凰女合唱鳳國恩仇未了情 新馬斯爭以乞丐造型唱出首本名曲萬惡人為首 還有身體不舒服的白雪仙大病行善 和好拍檔任劍輝合唱李厚主之去國歸行和帝女花之向腰 還有李小龍表演節拳道等等 結果籌到近900萬 打破了香港歷來的鎮災籌款紀錄 自從這次成功舉辦電視籌款之後 各大慈善機構都紛紛和無線合辦不同籌款節目 例如歡樂門東華、聖旺入入瑶寶良、萬宗同心公益金等等 成為香港特色的籌款沒檔 為及不少貧苦大眾和有需要人士 下次再見 1 更多 fille 2 3 5